國慶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韓國瑜現在出國去搶訂單 重點是要幫高雄的經濟的發展 但是我們突然注意到 怎麼韓劇現在這個時候 又有新的戲碼出現了 這個時候他出國搶單 至少有人開始在那邊放冷箭 難不然還要這樣子 主要目的是要轉移 成功幫農民搶單的這樣的焦點 我早就說過了 韓劇會每一天的上演 而且是高潮迭起 那個劇本 好像都是特定人 少錯人在寫 他們講什麼 那個劇本就往怎麼走 但是不可能忘記 人家又害怕不斷聽一句 有天意的 立剛我請教你 你有聽過補班這個名詞嗎 補班 補班就是你先休假了 補班補課 補課 對 還有補休 有 有 對不對 好 如果像這個公文這樣 他剛剛記載的說他是公廚 全台灣人明明知道說他那天就去 蜜蜜蜜蜜蜜睡兩三點鐘而已 早上就去瞬息 四點多就起來了 確實了 他一點睡早 12點上床一點睡早 對 一點睡早還好 像我這種神經衰弱 我可能12點上床 2點 3點還在撥手機 他還可以一個鐘頭睡早 睡三個鐘頭 一早又去霧營 霧營他又感冒 當然感冒了 我現在要說這個概念 什麼叫補休補課補班 當一個公務人員 你韓國瑜是不是公職 公職公務都一樣 如果這樣以後 這公職人員就要 八點上班 五點下班 五點不是去招 為了市政府去走招 公務生產的 是不是都要算加班費 是不是都說要讓他補班 要補休的時候 是不是 所以說太苛刻了 我是覺得說 大家明明知道 他是人艱苦 像郭英雄身體肥 像這種炒兩塊都沒那塊 哪一個會感冒 但是這個問題凸顯什麼 凸顯說韓國瑜 你的市府裡面很多小鬼 這一些小鬼 趁機在作亂 對 以後將是你施政 你資料外流 訊息外流的一些來源 你要趕緊去處理這些事情 不然你特地公文都在外面 坊間就看得到 臉書 網路都看得到 這樣公文的往來 你直接公布就好了 就像我們國家 我們這幾年來 有個邦交國斷交 每個邦交國斷交的時候 我們國人都一致 都一致挺我們小英總統 大家都要同樣心情 什麼人覺得說 你寒慢 你怎麼出什麼問題 大家都願意說 我們國家要有國家的尊嚴 一致對外的時候 我們國人沒有分黨派 沒有分派系的立場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韓國瑜會遇到這種事情 難怪他會生氣 我在外面為台灣 為高雄拼死拼命 台灣後來要叫我下台 好 現在叫他下台 我可以跟你講高雄的民調了 很多人問說 高雄人願意放他一馬 放他走 放他去選總統嗎 民調做出來 大部分人願意 他來再登上大位 支持他的裡面 大概有八到九成 願意他再往上走一步 不支持他的人 希望他下台 下台就是讓他離開位置 那就是表示什麼 現在高雄是一致性的 希望他離開高雄市長這個職務 你意思說要拼2020嗎 對 你就是變成2020 同意 回給他的人 同意奉獻給台灣 不要說高雄自己獨有 戰有 沒有回給他的人 你就是喜歡高雄 不是一樣意思嗎 就是同意好了 你去選 所以就是一致了 離開高雄就是拼2020 所以現在已經高雄市民 一致認為都需要他離開 高雄市長這個位置 不管你是要他下台的心態 或者是希望他讓全台 全國共同擁有 都是一致希望他離開 所以說韓市長 他的宇仲新長 他會說回台灣 你怎麼罵都沒關係 等著你們 我們說這個 牛條來惡有霸 對我沒半分 如果要逃自己 比較厲害 這就是台灣人的通病 余軒 國慶有講到 你們現在高雄小鬼真的很多 你看 時而放著冷箭出來 這次公文的卸出來 並不是第一次 已經是這樣子 接二連三出現了這些事情 可是韓國瑜今天在 新加坡講話的時候 他裡面講了一句話 他說在台北 在台灣 內部沒有必要找一些 奇怪的批判 這是否代表著 他知道是誰在弄他 只是不想點名 其實韓國瑜 他是EQ非常高的一個人 你今天會弄到他 甚至已經在媒體上 有點動怒 我覺得是不簡單 至於說你說誰在弄他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 基本上很多的台灣人 都知道誰在弄他 甚至哪一派人在弄他 哪一個流派的人在弄他 其實大家很清楚 我要還原說韓國瑜 當天那個行程 以及這個整個公文的時間 因為我今天早上 我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有特別跟我們的 李四川副市長 討論這個事情 其實大家要知道 韓國瑜自從上任以來 他真的每天非常的辛苦 他夜數迷陀是2月18 你知道2月17號的時候 其實我在晚上有一個晚宴 我有跟韓市長 我們就是有在 就是同一個場合 你知道我碰到他的時候 已經是幾點了 已經是9點了 可是他告訴我 他還有多少行程要跑 他還有兩個行程要跑 而且你知道韓國瑜 到了現場就是萬人空巷 所以每個人 包括我不騙你 連跳舞的舞者 明明應該在跳舞的 也衝下來拍韓國瑜 所以他根本也沒有辦法 好好吃頓飯 你看已經9點有兩個行程 然後隔天就是這次17號行程 所以如果你兩個行程跑完 李敦商回到家已經11點了 隔天你知道 他也有四個發紅包的行程 重點是 他其實常常有時候沒有時間吃飯 他就在車上吃飯 所以當天他到永安 其實他已經延遲一個小時 所以你透過這行程 就是他的Loading已經很重了 而且他做的事情 其實很多以前市長沒有去做的 你看過花媽去漁溫跟漁民 去瞭解漁民的需求嗎 常常我們看到是他就是跟漁 妳有看過嗎 我自己是沒有看過 常常看到就是漁會 然後總幹事小組長 或者是俗稱的鐵仔蝦 花媽大概見的就是這樣成績 可是韓國瑜不是 他除了組織的一些投人 他要見之外 他還有跟民眾去互動 所以其實對他來講 他的工作量是雙倍的 所以他當天的休息 其實真的已經是他真的太累 而且他也不會演 他如果今天真的要 擺明要騙的話 他就不用當眾說他要請假 對不對 所以這個根本來說 就是一個假議題 就是一個見縫插針 雞蛋裡挑骨頭的議題 你要在韓國瑜今天 是上國際的舞台去上戰場 是把高雄的農產 推上新加坡的國際舞台 你知道我們那邊農民 怎麼跟我講嗎 余軒 我很高興 我市長有機會帶著我們農產品 這樣我也覺得出國比賽 農民是 都沒想過會有這樣的銷售量 農民是實際上看到韓國瑜 就是東西扛著 然後局處首長帶著 我們就去新加坡去 新加坡去拚我們的農小人外銷 而且它這個是有象徵性的意義 你知道嗎 其實韓國瑜 他在蔬果公司這邊任職過 他很擔心中盤商的剝削 所以他出去是有象徵意義的 他這個產銷的管道 就是由高雄市政府確立的管道 甚至農會的理事長都有到 就是要避免中盤商的剝削 我在跟立正哥報告 你知道像我們議員 其實我們本身也接到 很多國外的業者 他有跟我們講說 他想要跟我們採購 高雄市的農魚產 甚至我們有一些 有一個大公司也直接跟我聯絡 他現在跟我講什麼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要找我們 不找以前的中盤商 他說因為他知道 韓市長的管道 就是要直接去跟農民採購 所以這個就是直接受惠於 農民的官方的管道 但今天副市長也講了 如果真的是比物 我們就修正 但是如果真的是事務官 讓韓國瑜穿小鞋 這邊就是我們會去查 但是重點是 到時候還是要把這些小鬼 給抓出來 當然要 就我在舉例 我自己在要 我還是同樣的要在 我這些話我都敢在媒體上講 就是因為全部都有公開的會議記錄 我那天在議會 我要一個核發工業區 我們那邊工業區 我們把它變成委外去開發 委外去租售 我自己就有疑問了 因為工業區委外去開發 委外去租售 基本上它是一個經濟母 這個經濟母你把它委外 而且沒有經過議會同意 我就想要問 我想要要公文 你知道我們 警察局的承辦人怎麼跟我講嗎 他說報告議員 我沒有辦法給你這些公文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覺得說沒辦法給你公文 我直接在黨團辦公室 我把錄音帶放出來 放給府會聯絡人 我們有個總聯絡人 我就直接放給總聯絡人 總聯絡人都在搖頭 就總聯絡人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就總聯絡人聯絡之後 議員我可以拿給你看 可是之前長官 簽辦的那些文件 我們這邊還要討論 可不可以讓你去了解 現在韓國瑜是市長 居然這些東西要拿出來 居然還要 他們還自己下面的人要討論 因為立剛我要跟你講 說實在的 韓國瑜上任到今天 高雄市政府 大概還有九成裡面的人 是以前留下來的人 所以是不是真的可以讓我們 得到公開資訊的透明 我們都不知道 好 永平 現在這時候 你看韓國瑜他出國去 這訂單量不得了 馬來西亞加新加坡 現在已經破億了 這麼多的農產品 可以這樣銷得出去 但今天就看到那放冷件 放得可酸 什麼樣酸鹽酸也都開始出現 但綠營的人 是不是因為現在眼紅了 他們覺得說 你這個韓國瑜出去簽約 就是跟統戰單位在簽約 你簽了個MOU 就等於好像把高雄給賣掉了 國慶兄也講 這個韓劇 韓流 每天都在變化 你本來以為說 土包子這個橋段 應該要結束了吧 沒想到還在進行 還在進行 然後最巧的是 剛剛公佈的奧斯卡頒獎的 有一個短片 真的就叫包子 他真的就得獎了 包子還得獎 對 一個以包子為主的影片 就得獎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很多這種很妙的情況 其實是現在綠營面對 韓國瑜的這種效應 感到很沮喪 他們急了 一個很沮喪 另外有一些 比較綠營的邊緣團體 像是什麼激進黨這種 他就也想要利用這個時間 搭上這個韓流的風潮 刷存在感 你現在要刷存在感 你如果又站在他的對立面 你最好指控他講的什麼 越離譜 什麼越聳動就越好 這種離譜的聳動 就表示他跑到馬來西亞 去簽了一個高雄農產品 一億的訂單 竟然指控說 他是跟統戰單位 我不曉得 如果按照這種草木皆兵 賣掉高雄了 對 如果按照這種草木皆兵 的情況來講 是不是高雄的農產品 賣給誰都不可以 可是其實從藍營的角度 你越罵他越好 真的 團國瑜聲勢 就是被這樣子打高的 因為老實講 簽個一億多兩億的訂單 還真的不是很多錢 我們對他期望可以簽越多 可是你連簽個一兩億的訂單 每一個都在打 每一個都在罵 每一個都在恐嚇 都在統戰 你這個是不是會激起民眾 更大的反彈 那些農漁民說 你以為一億怎麼樣 我們是賣農產品 這麼低價的東西 我一億我可以消多少的量 結果這樣子 你們也要阻礙我的財路 你跟弱勢族群 農漁民過不去 人家就是會來跟你拚命 之前我還聽到 一個綠營的朋友預測說 韓國瑜出國就沒戲了 沒想到出國戲又更多 那不是被你們 讓他這個戲一直不能夠冷卻 收視率一直不能夠下降 就是靠你民進黨 綠營的邊緣團體之次